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该损失通常被称之为置期费 根据1980年定义 置期费是指装卸时间届满后 对非出租人原因产生的装卸持延 应付给出租人的款项 根据1993年规则解释 置期费是指因非出租人的责任造成的 就超过装卸时间而产生的传播持延 应当支付给出租人的一笔约定金额 置期期间不适用于装卸时间的除外规定 而2013年定义有关置期费的界定 与1980年定义类似 只不过明确了置期时间的计算方式 即除非合同另有约定 否则呢置期时间应当是连续计算的 那么关于置期时间 有如下两种计算方法 第一种置期时间连续计算 Demurrage runs continuously 置期时间连续计算又被称为 一旦置期永远置期 Once on demurrage Always on demurrage 是指进入置期时间后 即使遇上星期六 星期日 节假日等非工作时间 或者因天气不良 影响装卸工作的时间 不做任何扣除 直至货物实际装卸完毕 即一旦合同约定的装卸时间用完 而实际装卸时间尚未完成 则从可用装卸时间 建满时起连续计算置期时间 直至装卸作业结束 中间不做任何扣件 第二种置期时间非连续计算 Demurrage runs uncontinuously 置期时间非连续计算呢 又被称为按同样的日 Per like day 这是指计算置期时间的日的含义 与计算装卸时间的日的含义相同 如果计算装卸时间 使用的是良好天气工作日 即不包括星期六 星期天 节假日和天气不良 等影响装卸工作的时间 则计算置期时间的日 当中也不包括上述时间 应当欲扣除 也就是说置期时间是断续计算的 由于行字作业合同当中 通常会约定置期费率 因此用约定的置期费率 与计算出来的置期时间相乘及 计算出的结果就是置期费 速遣费 当承租人在租传合同约定的装卸时间之前 将货物全部装卸完毕 对于提前的时间 应由出租人向承租人支付一笔速遣费 以表示鼓励承租人能够缩短船舶在港停留时间的做法 速遣费是指船舶在装系时间借满前完成了装货或卸货 由船舶出租人支付的一笔约定金额 有关租船合同的几个解释规则 目前对速遣费的界定是完全一致的 速遣时间也有两种计算方法 第一种 节省全部时间 All time saved 简写为ATS 该速语是指从装货或卸货完毕时起 至可用装卸时间终止时指 包括所有除外时间在内的时间 即包括节假日、星期六、星期天、天气不良等 非正常工作时间在内的全部节省时间 也就是说 速遣时间是连续计算 不做任何扣除 第二种 节省全部工作时间 All working time saved 简写为WTS 该速语是指从装货或卸货完毕时起 至可用装卸时间终止时指的期间中 不包括任何通知时间和装卸时间的除外时间 在内的速遣时间 也就是说 在节省的时间内 星期六、星期天、节假日 以及天气不良等影响装卸工作的时间 不计入速遣时间 应当语扣除 速遣时间是非连续计算的 航次租船时间当中通常会在合同中约定 速遣费的费率为置期费费率的一半 因此直接用约定的速遣费率 与计算出来的速遣时间相乘及 计算出来的结果即为速遣费 除了置期费之外 航次租船合同当中还会存在 由于某种原因 致使船舶滞留在港口 或者使船舶航行时间厌长 而应当由承租人赔偿给出租人的 一种非约定性赔偿损失 通常被称之为研制损失 英文是Damage for Detention 研制损失不同于置期费 置期费属于一种约定赔偿金 只要承租人未能在合同约定 装卸时间内完成装卸作业 不管出租人实际损失多少 都只能根据置期费率计算置期费 而研制损失是针对非出租人原因 或者当日双方事先未约定的情况下 例如承租人未及时指定卸货港造成持延 未及时提供货物产生持延等等 因此持延期间 出租人所遭受的全部实际损失 都有权向承租人索赔 这个损失就是研制损失 而无需考虑合同当中 是否有置期费率的约定 只要出租人能够举证证明实际损失 以及实际损失与持延之间的因果关系就可以了 装卸时间置期费和速遣费 是具有密切联系的一组配套的概念 杭次中央合同下的出租人对于整个杭次的费用支出 会预先做出估计 再以此来衡量应收取运费的多寡 而杭次中因为种种原因有可能造成时间上的损失 约定装卸时间置期费和速选费的目的 就是在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分担因装或作业而产生的时间损失 双方预先约定装卸时间的计算方法 由此计算出来的时间之内属于出租人应负担的时间成本 而一旦非由于出租人应负责的原因导致了传播延误 承租人就要向出租人支付约定的置期费 以补偿出租人的传及损失 同样的 如果承租人在约定的装卸时间借满前完成了装卸作业 对于节省的这部分租期 出租人也要支付给承租人约定的速遣费 以做奖励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